《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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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逆天播的時候 收視也不錯 其實本來是很值得開心的一件事 後來金珠就知道它有大餅 然後就很擔心 心情是很矛盾的 你又很不開心 就說收視好 但是我的狗又生病 另外一隻狗又過了身 所以就是 下門那隻狗 下門那隻狗 才過了身的? 是的 差不多是同一時間 所以就是很 心裡面很難受 我就一直陪伴著它 其實都等於它陪伴著我 它又支持我 互相支持 後來就開始慢慢好轉 我覺得它是我的幸運 所以我為什麼說 你今年是豐收的一年 你除了是劇集之外 其實它的健康 對我來說 它好起來 都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其實經歷了金珠這件事 你會覺得 真的想多一點時間 有時間陪伴著它 每個人都演得很好 還有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特色 還有有一班支持的觀眾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是互相學習的 對於我來說 信心真的是一半一半的 你當然自己信心是需要有的 但是我剛才都說了 因為以前一直都是 自己很喜歡演戲 也都知道獎項的東西 是天時地利人和 很多時候 現在反而是因為 我說外面的觀眾 他們真的很真誠 走來跟我說 你要加油 希望你拿獎 我就說 反而會令我開始緊張 我本身都沒有想那麼多 現在會開始有點緊張 都是怕會令他們失望 但是真的很感恩 謝謝他們給我 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另外很多人也不是分析 沒有 會給人 人參與 都在 都在